警司貪小便宜入冊 裁判官金具狂冊 當了差二十七年 是灣仔分區指揮官 亦是警隊民日之星 你沒看錯 王Sir因為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成 要入冊 他昨天懲賞大陸六十方 包括來自警務署、阿忠聯辦 美國駐港總領事館的家許相 靈靜自己對警隊武功都有勞 阿蘇的求成信還稱他是好上司 工作繁重 但是信還未讀完 裁判官即時串爆他 他是好上司? 灣仔區忙 七點鐘下班 六點半已經到了餐廳 現在斷送大好前途 分分鐘沒有了千萬場房 是他夠有自取 明知案中的餐廳無牌賣酒 仍然是視若無睹都不得止 還不斷去喝酒 作為最後一個把關人 負責簽回區內的酒牌申請 仍然貪圖別人 四千多元的飲食節扣和威士忌 違反警隊對他的信任 令警隊蒙羞 但他在審訊期間 仍然毫無副意 證供謊連騙 他圍觀那麼久 都沒見過那麼差的證供 當他的大律師多次強調 本案並不像十年前 高級警司閃金華 免費召妓案這麼嚴重的時候 裁判官反指兩宗案 其實沒什麼分別 閃金華也是放了工才是召妓的 還說警察犯法之後 不要以服務社會做求情理由 他們不是免費服務社會 有豆人工的 最終判他入獄一年 還拒絕給他保釋等候上訴 據理解 黃警司其實並不是貪小便宜的 而是入世未深 喜歡受人奉承 挪威才睡了 而警隊的聖傳本案 其實在廉主查另一宗大事的時候 還不符合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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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得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